你男朋友平时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吧还挺好的 然后也挺会照顾人的 然后我不开心吧 就一点不开心 他都能看出来 就是吧就天天看着我 就是跟他在一起吧 就什么事情都跟他汇报 手机里边一个男的还不能有 然后左方我聊点结论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特别小心呀 那你今天来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我觉得吧 他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就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觉得一直这样下去 就早晚会被他逼放了 一场恋爱快把自己谈疯了 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呢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鱼22岁 来自辽宁厨师 女嘉宾小曹25岁 来自吉林导购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男朋友 男朋友好 对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上班的时候认识的 在佛山上班的 你在 服装店 你在服装店 去到那吃饭认识他 还是他去你那买服装 我在那卖服装 然后他去我店里买衣服 然后俩才认识的 谁追的谁呢 我最低头 当时我就是去到店里买衣服 买衣服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小屋挺好的 我就加个微信 没啥事呢 我就聊聊天呗 过了时间以后呢 我就跟他愣说 我说没啥事 你下面出来一起溜溜溜溜 一起吃个饭之后的 就这样子我就有点喜欢上到的 然后跟他处的一样 处了多久了 姑娘 我俩处了一年半 一年半 对 小飘里说你快疯了 对呀 因为他平时管得我特别严 现在是我的自由 什么事都得跟他讲 就是然后还看我的意思 然后因为一点小事 就不分场合 就跟我大声喊 而且特别小心眼不成熟 特别不靠谱 这个人 咱们是先说不靠谱 还是先说小心眼 还是说管你 他们一口气 说了这么多贴点 就是我俩刚在一起 一个多月的时候嘛 那个时候我俩刚发了工资 然后他说去存钱 我说那你也帮我 把钱存一下 然后正好当时我比较忙嘛 然后那个 我说你存完之后 然后回来给我转断 然后他说行 后来他存完之后 我说你把钱给我转过来吧 他跟我说他要借 我说这个钱吧 我一个礼拜之后要用 特别着急 你当时你必须得还给我 我才能借给你 然后他也答应我了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 他不这样说了 他说那个 他把他钱借给朋友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那个这件事是这样的事的 那个就是发工资 前两天前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给我借钱 当时我手里没有钱 我说等过两天 开工资我再借你 反正那个发工资那天 那我去存钱去了 我朋友还给我打电话 被吹我用这个钱 反正我就给他转过了 转完以后呢 我就回店里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钱 你先借我 反正他说这个钱 下转着去用 你下转就给还我 我说行 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我就说 你这钱下转你得还我 因为我都让他找一用 过了几天以后呢 我再来他打电话 他不接电话了 电话就不接了 那我行 我是不是被坑了 晚上我就挺闹心的 晚上结婚 我就跟他说了死话 他还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催你还我钱 你才跟我说 借给你朋友了 后来这钱还了吗 后来还我了 当时我是着急幼嘛 因为我要给我妈 就是看病 我也需要钱 当时我只是让他 帮我存一下钱 结果我这个钱 就已经没了 我知道谁惹谁了呀 姑娘 我不也是被我朋友 给我坑的吗 现在我也没有招出来 要说姑娘 也认识因为没多久 你就把钱 让别人存这事 你也有责任 以后长点心吧 你告诉我 这钱还没还 这个钱最后是还了 但是后来他那个 把那个转任记录 他也给删了 他说借给他朋友 谁相信呢 他要是心里没鬼 为什么把转任记录也删了呀 这个是个特别可疑啊 不是那个 那我习惯应你三种 你住我 更爱好我 那找去了 但是我觉得 你要心里没有鬼 没有骗我 你不可能要杀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你不相信我呀 而且我要他说 他不管他 他说话还不算数呢 因为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主动追着我 他也跟我主动说 他不抽烟这个事 但是现在不是了 他逼着我抽烟 而且不告诉我 那个这就是这样的事情 他是说不让我抽烟 但是我没抽 后来我跟他说我抽烟 他同意了 他同意我抽不掉 我那奶奶是同意了 当时说的气话 因为他就说 他要抽烟 然后他跟我磨叽了 好半天 磨叽了半个小时 当时我就说 那你滚出去抽烟吧 然后结果他真的去了 我觉得存心气我 那个人 但是我 我则他说 这真话还是气话 停 你认识人家的时候 你是抽烟还不抽烟 抽烟 认识我的抽烟 后来他主动追我的 那不是你骗人家吗 他就骗了 我说我答应他 我是不抽了 那你答应我 你没做到啊 那后来 我不是说我抽烟 我不是跟你说 你同意了吗 对不 那个不是我同意 当时我说的气话 你不知道 我们看不出来吗 我哪知道 是气话还是不气话 他不光说话不算数 他还特别小心眼 你知道吗 我在店里边上班 他没事总去店里边 然后找我去 有一次看见 我跟那个男同事 在那聊天 然后他进去 直接不乐意了 当着男同事的面 就一直问我 跟他聊了些什么 你们干啥留那么开心 我好奇 我问一下找的了 那你好奇 你不能当着 我男同事的面啊 当时店里边 还有顾客 你让我多尴尬 人家在背后 我肯定会 直直点点地说我 那个那我背后跟你说 你不告诉我 他就这样 我跟男同事接触 跟人家说话 聊天 他都不让